今天这一大早就迎来你们的到来 快请进 这是咱们亲野大哥是吧 又叫宝亮 请进吧 我们也刚过来 昨天就来了一趟 上里面坐去吧 这边太冷了 这边风太大了 上厢里面坐吧 上屋里屋里吧 太打老了 哪里哪里 我们昨天正好出门 提晚才回来 昨天整整盯了你一天 盯了一天 快请进吧 这小屋子还挺暖和 对 坐坐坐 你们俩坐 我特别喜欢听你的声音 这个和咱们亲野老师 咱们在网上交流好多年了吧 交了两年多了 对 就是好走就加微信了 猫咪猫咪你干什么 你能 把猫咪放的别说起 猫咪猫咪 快坐吧 你这个报道挺好 谢谢 这个是什么时候来的呀 我们是前天到的云台 前天就到了是吧 对对对 在哪个小区呢 目前没有 还没买 你们还不是业主啊 我还不知道 还不是业主啊 打算买房 这次过来是考察来了 干嘛来了 看看吧 看看啊 考察考察 考察考察 对我的小区算了没有 别的也算了 你算了 我在这儿方一个老乡 我们行台的 连续我们去江津花园 江津花园 对 在那里边不行 太荒凉了 每个小区都有每个小区的特色吧 那边离中心区近一些 这边是东边 相对给人 对中心部的人来说的话 这边好像有点边缘 但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核心 我媳妇和你们是老乡了 我们老家也是南宫的 你是南宫的 对 老乡真是 南宫哪个 虚马寨的乡 虚马寨乡是随时南宫 知不知道 我也好多年没回去了 他可能是八岁就离开了 多几十年没回去了 现在是 是一段头 虚马寨有一个挺著名的 虚马寨烧鸡 他可能都不知道 还有这层关系 对啊 我媳妇是老乡 老婆 多年没回去了 对 上点水 我们就用太阳能烧水 这屋子都太能了 对 对 你过去来过尹太没有 我来过好几趟 来过好几趟 每年来个三两趟吧 是有工作吗 还是有工程啊 还是有业务啊 工程是附带的 主要是来 在这儿 住一阵 对这边早就有印象了 对 觉得那款确实好 不是假好 先生在那买个小房子吧 意见不同意 昨天的意见差不多 对 反正是觉得好吧 就来觉得不好 再继续考虑对吧 这个地方 比我们那边差不多 因为我们基本上 相当于退休了 比较自由 对 对 这个其实是适合退休人员 因为你年轻的 在这边可能就业比较困难 或者是除非你很有钻劲 发现某个行业 有这个可以深耕一下 能够发展一下 这得要动脑子 现成的这样 你想给别人打工那玩 不行 不好找 不好找 对 我看见了 今天主要就是在光这来养老的 对对 看着街上的人 年轻人很少 但是现在呢 就据我们的观察 现在就是60后70后 甚至80后 也陆续开始 把关注点放在这边来了 因为最近好像好多买房子 他不是已经不是这个 60后了 对 70后了 对 对 这个地方那 60后已经开始 过去都是50后 现在基本上都是50后多一些 60后随着退休 慢慢过来 出来了 对对对 也挺多的了 然后现在70后也开始关注了 甚至80后90后 不是我上次拍的一个小姑娘吗 她是实际上是山东人 在上海工作 然后呢 她那个公司可以远程办公 她因为她养了个大狗 所以她就不方便在别的地方了 选这个地方租套房子 然后在这边办着工 拿着工资 这边养着狗 是吧 过着这种特别潇洒浪漫的生活 那很有味道 那肯定是90后 太肯定 对 现在基本上不影响办公 远程办公 对 根据工作性质 是吧 对 像你 我看你是对好像 咱以前好像聊过 你好像对这个 银滩这个地方 还有挺有见地的 说嘛 我觉得这个地方 别的地方不太一样 你这几次的感受 你能不能谈谈 最深的感受 就是能找回这个 小时候的一种感觉吧 小时候 比如自己的那老家 你可能就回不去了 房子没了 再一个就是人际关系 什么的也很难 但是在这儿就是 什么都可以实现 你心里的那些东西 什么都可以实现 你比如说赶个大吉了 说赶个那个感觉 对 再一个就是人际关系 大多有共同的那种生活目标 对 我觉得这个 其实大家只要是 因为目标是一致的 都是到这来养老来的 养生来的 然后如果三观相同的话 就可以成为朋友 就可以交往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 银滩 这样这个 就是外边来的这方面 素质都比较高 素质比较高 素质都比较高 包装性也比较强 对对对 当地人就包装性很强 他不排外 对 而且这个对 这个外地人也很友好 他是很淳朴的 对对对 挺好 对对 挺好 你就是 就是真的说想回老家的话 也没有这种感觉 哦 觉得那自己好的想法都实现不了 哦 只能说回家住着 但是这儿我觉得 就是过去 所有的想法都基本上都能满足 想法都能满足 哈哈哈 这是达普市在这里将来要在这里生活了 有这么想法 有这么想法 嗯 我现在也同意了 你过去 过去你们是主要的分歧在什么地方啊 过去四个人同意 我 我的分歧啊 我就是怕就是以后 那个 那亲人呢 是朋友了 都在那边 哦 往这边来了 也是举目无亲 有点事啥的 嗯 你的两个帮忙子也没有 我还顾虑在这个 再另外呢 我家里有有老人什么呢 觉得也都舍不下 哦 我说说 看过你过去的那一道视频印象挺深 哪个片子 就是说 安徽的一个老人 就在这儿 养了好几条狗 哦 也是住一咯 对 啊 他说就是 家里没什么负担了 就在这儿住 好像一个都天的那个样子 哦 对 那个是我们小区 其实 如果感兴趣 可以过去看看啊 那个是一个 安徽的一个大学老师教授 然后 这个也是 哪一年吧 也买的二手房 当时可能房价比较低的时候买的 买了以后呢 因为他特别善良 一个菩萨一般的心 就看那些流浪狗呢 就不忍 就收留 一两 一个 后来的收留到八个 然后呢 他和狗呢 呃 就 同在一个房间 啊 他为了不扰民呢 他把他这个院子的柵栏呢 弄得都围得很高 然后外面呢 直接不能看过来 尽量是不扰民嘛 对对 也一般情况下 只有遛狗的时候呢 只有特别晚的时候 白天他不怎么遛 不 怕这个狗跑 倒影响别人啊 就那么一个人 而且不仅他这个 养他这些狗 还有小区里的一些流浪狗呢 他也挺关照的 经常买点食物啊 然后给他们去喂些 非常好的一个人 对 文化素质很高 但是人家有一颗这样的 特别善良的心 在这住得很好 他的房子跟这个户型是一样的 他屋子里很暖和 他因为他这个窗户 原始的窗户 他没动 然后又封了一层断小铝 这样的话就等于说四层玻璃 因为他原始的窗户是双层 在家断小铝也是双层 不是四层双层 所以屋子的温度 基本跑不出现 对 太高 对 可以 对我印象太深了 对 这好几年了 可能有三年了 采访那有三年了 很早的视频 对 很早的视频 对 嗯